請問大家好 請問黨人做會 黨人街集齊姚文志 亂來熱響 專業團隊專業硬碰 姚文志大動作宣傳 請到重量級舉姐 在影片露臉站台 在替6月23號的全國首場造勢預告 局姚合體拼戰2018 大家知道民進黨 現在是全面執政的政黨 民進黨已經徵召 姚文志參選台北市長 我已經得到黨的提名 露出毫無破綻的自信 成像起瘋了嗎 姚文志揪成局全面抗科 尤其現在花媽 即將在下個月入主中常會 意味科律徹底回不去了嗎 這個 不然還是這樣 且戰且走 不然我也不曉得明天發生什麼事 遠嫌霸氣不在 只是未來怎麼辦 柯文哲卡卡好幾秒 曾和花媽多次隔空對嗆 先酸高雄舉債高 又說花媽不再選對會 還有花媽也只有一票 但城局北上任秘書長短短兩個月 不只幫總統米平綠營 黨內對軍改的旗艦 更喬出蘇貞昌選新北後 又成功整合宜蘭雙城之亂 黨內位子舉足輕重 是大家都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大姐 所以大家對於她很多事務的協調 覺得她都非常的公平 而且非常得人和 黨現在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2018的選戰 那如何把這個選戰給操辦好 我相信這個陳菊 菊姐 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扮演2018關鍵操盤角色 如今陳菊和姚文志手牽手 柯文哲要怎麼突圍 恐怕真的得且戰且走 記者曾經從越台北採訪報導